詞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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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接下來請請汪汪小姐來參加 這一家綜藝節目主持人獎 何其 謝謝 這個獎項基本來講跟我是息息相關的 因為我就是這個獎項的評審委員 所以這個評審做的是非常非常辛苦 要在一個多月的時間 透過七個硬碟 電腦裡面看四百多集的節目 近視加深的幾百多集都看出了非文鎮 不過希望大家再給我們評審掌聲鼓勵 辛苦了 謝謝 希望大家下個掌聲我想 部長我就不甘於申請職業傷害了 沒關係我們瞎的都沒關係 不過我想這個獎項也是我們在評選過程當中 討論最久的 因為這一次的所有的男的入圍者 幾乎都在這個獎項跟我一樣錄過經 所以大家實力是非常相當的 所以在評選的過程當中就非常激烈的爭吵 像陳神跟徐乃黎 他們曾經就以小七大財神得獲獎 那後來又以天才衝衝衝衝 衝了九年 終於衝上了金鐘獎 他衝得更厲害衝到了台上 你說這個獎不給他 好意思嗎 我覺得剛剛兩個獎就更多了 對啊 所以你們有其他安慰獎也不行 可是我想碰過我跟徐孝順一定不答應 因為你們兩位的默契也是非常好 從鐵絲玉玲瓏 對不對 到葉總會 你們全台灣幾乎是走遍了 我覺得你們這個組合是最接地氣的 而且我覺得能夠跟觀眾做到零距離的一個表現 是難度非常高 所以這個獎應該也是要給他們的 是不是 我要給他 再來說我們另外一個組合 我們的朱大哥 秀場天王 我覺得他是最具有個人魅力的 他只要站出來 不需要講任何的話 身上掛一個麥克風 你就覺得很好笑 他這次搭檔的人選 又是我們歌仔戲的天王 陳雅 天王對天王 他們演的這個管劇 你現在看很好笑 幾年後再看 還是覺得很好笑 我覺得就是天王的魅力 天王的組合 如果講不給他們 也是天主不容 是不是 可以說我們的另外一個組合 是我們所有日圍裡面 俊男美女畫面最漂亮的 余晨晨根 來啦 這也是 所以時候 他們是從歌壇轉入主持界的 所以他們的主持風格是非常非常清新的 而且他們的主持是非常難 一邊要主持節目 還要當紅龍 還要簽紅線 這紅線簽得多好 對不對 就簽進了金鐘 我覺得金鐘獎應該給你們 換了 可是王子嬌從上海推回來 聽講 這個獎不給他也是不行 上個禮拜 他才得了廣播金鐘獎的最佳主持人 是的 今天又在電視金鐘獎入圍 如果今天這個獎給你 就創了我們第49屆金鐘獎的一個紀錄 得了雙料冠軍 是不是這樣講的 這波這五位入圍者 對我來講更有一點 選擇困難症 我想這個難題 就交給我們其他的評審好了 我們趕快來看看入圍的名單 他們做好幾天 雙原冠軍 龍泓銀軍 收快到了 這輛隊的是社會的小鯰哥 別緊張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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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場 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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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好 謝謝 接下來有沒有看到 光紫嬌 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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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猶豬 阿 好 有 五 五 煙 5 6 5 6 6 7 9 5 9 得獎的是 得獎的是 獲得覺得應該是他嗎 為什麼 不要說太多 這應該是安慰獎 是嗎 得獎的是徐乃琳 鄭光臨 謝謝 小燕姐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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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哥 恭喜 就像剛才方姐所特別介紹的 這次入圍綜藝節目最佳主持人的所有人選 都是多才多藝 多角經營的人 綜藝節目可以讓現在的人脫離現實 可以讓他享受一個純粹的快樂 能成為一個綜藝節目主持人 能夠滾為的話 我覺得他在很多地道中需要下足很多的功夫 而我們剛才看到的每一位入圍者他們都具備這樣的條件 所以 給我是對的 好 最佳優秀的客家傳統 好不好 我繼續請教練 各位多多謝謝老師 各位謝謝老師 謝謝 謝謝 恭喜 各位來這裡也謝謝包包姐 最後讓我們歡迎最後一組頒獎人 兩位金鐘有力 有人問我們入圍這麼多 你們知道是要說什麼 不是說什麼 入圍不重要 重要是今天要你們要讓他提 準時結束 你們要讓他覺得這個典禮 是一個特別值得紀念的一典 來 說重點 是 歡迎大人跟陳玻璃 wür… 別動… 歡迎 compelled 大家好 謝謝界 scottie 你好 首先叫做盧森 SYKOP 大家